好 人民的量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這個話題 就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境問題 今天很高興請兩位嘉賓和專家 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兩位的代表 袁彥晴博士和李美華小姐 兩位關於環境的影響問題深有研究 李美華小姐對海豚和海洋生態方面 特別有興趣 而博士對這個空氣和其他環境方面都很熟悉 第三條跑道政府一提出的時候 就引起很多的關注 當初在立法會談的時候 很多人都批評 我都提了一個要求 似乎很多的報告很多的資料 都好像染染癢癢那樣的 不是很想透露出來 最近突然間一交百份報告 就好像一石擊起千層浪 原來那些問題是多羅羅的 其實關於機場環境問題 我自己跟了十幾二十年 由當初建赤立國的時候 九十年代我自己都坐環支會 很多報告我都有份審批 其實看到很多的報告 其實有些環評的研究 不是完全顯露到問題的嚴重性的 就是我自己感受最深就是那個 航機噪音 因為數以萬計的居民受影響 當初那些環評報告 基本上講到問題好像很低的 還有就是可以受到這個處理的 但是現在每晚 特別深夜之後 數以萬計的居民都受影響 還有海豚 就是我們經常都見到 間中都有一些海豚 死的海豚 就是在這個機場附近 而這個空氣的問題 就是香港市民更加抹不關心 就是我立法會提到的時候 就是以為你一輛747的起飛 等同五千輛的貨櫃車 就是那個啟動 所排出的廢棄 市民也好政府也好 就是完全好像不理 我了解外國 就是不少國家 特別美國歐洲 要發展一個機場 很多這些環境的因素 空氣 噪音 和這個對居民 對自然生態的影響 這些研究是很多的 但是香港市民真的好像 經濟行頭 你們作為關注環境的朋友 會不會覺得很心傷 和覺得好像自己在一個 較為被動的位置那樣呢 基本上我先說 我相信大家是關心了環境問題的 尤其環境 現在又影響了很多健康的問題 整個社會 是對環保的意識更好 不過就是說去到現在一個 有經濟這麼大效益的一個工程的時候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時間去表達 大家怎麼看 大家究竟覺得 要發展的時候 是不是同時要照顧到環境呢 兩者可不可以拿到平衡呢 既可以有經濟的回報 但是同時又沒有犧牲的環境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大家現在要做一個抉擇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現在看到整個諮詢過程裡面 現在才訂幾千頁的報告出來 就不夠一個月的諮詢時間 我覺得這個呢 就比公眾很難有機會 很詳細去了解到 就是那個工程的利弊 尤其對環境的衝擊 而且呢 尤其對環境要付的成本 就是說那個金錢代價呢 也是沒有交代到的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整個諮詢過程 市民沒有辦法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那一講到那個機場 講到那個環境呢 就是那些人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些白海豚怎樣啊 就是在這個大澳有些船仔車 你出去機場外面看那些白海豚 那很多人第一個問題就是 哇 你填成數百公頃的海洋 還有在這個機場的北面 特別是西北面呢 根本是原始海豚那個的生育 和那個最活躍的地方 那就是那些海豚會不會消失呢 如果真是填 我想近這幾年呢 大家對那個海豚保育的意識真的高了 就是可能以前講的海豚 那些人就覺得 哇 粉紅色很有趣啊 很趣的 但是就是譬如現在我和那些朋友去聊天 都說 喂 其實海豚真的好像有些問題啊 真的有影響啊 那其實在整個諮詢過程 就是到現在接近尾聲啦 那我們都覺得機管局他們是 就是淡化了對海豚的影響 就是譬如說回 好像說去星期一剛剛去給了百份報告 那其中一份報告就是 就是顧問他就提回那個 對海豚有些什麼影響的 那其實裡面關於海豚的影響呢 都有成五六板子那麼多的 但是我們將去比對那個機管局拿出來的技術報告 那其實可能只是說影響呢 就是只有兩三句 就好像譬如 簡化了啊 綜合了 然後就好像說到說 喂 其實有得談的啊 建完機場可能 我做一些緩解措施出來 那就是 問題是否可能就會減少了那個海豚影響呢 那其實我們真的很關注的 因為海豚啦 譬如剛剛之前洪家業博士 就是我們香港的瓊團專家 他都說了啦 就是最近這十年來 那個海豚的數目 由大約03年的158條 跌到現在只有75條 那其實那個情況很令人憂慮就是說 喂 如果你再建了那個機場 650公頃 就是等於34個維園 這麼大的面積 海豚它們沒有整個地方住喔 那那個影響會不會是 難以估計呢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因為講那個海豚呢 就是其實 差不多是在這個90年代初期 開始建機場的時候 就是政府開始關注了 那當時港大都有一些研究計劃 就是研究了這些海豚 有一些讀這個碩士博士論文的學生 也都有些學術研究 那麼就 起赤納國的時候 基本局也都當時承諾 是扔了5千萬去做個 就是所謂海豚的保護區 那但是看到這麼多的措施 就是說做 實際上海豚的數目 和海豚的生態的環境呢 是不斷惡化的 那就是其實加上海豚 你不要管現在現時那個機場 第三條跑到 起不起填不填那六百公頃的土地 現時那個環境 海豚其實已經面對一個很困難的 就是程度的情況 那究竟 就是從你自己的評估 你覺得呢 真是如果真的填這六百公頃的土地 海豚那個的前景 真是那個淒淡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真的可以說 海豚的前景真是很令人憂慮 那就是譬如說 剛才你說了 說海豚他們那個 可能面對的威脅越來越多 你看到 可能他們的數字 為甚麼下降的 那譬如現在可以說回 起機場跑到之前 海豚他們現在面對著甚麼威脅呢 那其實 譬如這張圖 就可以 都輕輕說到 就是說 我們都做了一點點研究 那跟著呢 就說回 香港現在海豚 現正面對甚麼威脅 那首先第一樣 很明顯就是 香港那些基建 在西部水域那裏 其實近20年裏 其實都做了填海工程 那以前那個 就是現在現有的機場 不算 那原來呢 在香港那個西面水域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 在近著東沙洲的 污泥射治區 就是說 譬如你去 有一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它滑起一些 是有污染的海泥 它都是倒在這裏 那你看看其實 那個海豚公園在這裏的時候 這些污泥射治區已經在這裏 那除此之外 可能說 之前填海的地方 將來會發展的東涌 那甚至說 接下來 會起的一個 那個港珠澳大橋 直接是 切割了那個海豚活躍範圍的兩邊 那這些範圍 其實我們都覺得 完全有一些累積影響 就是很多時候 你說 環境評估報告 它會看影響的 但很多時候 它們都是單一的 只是看一個project 那至於 那麼多個project 加加上影響 它們會不會計算呢 其實是沒有做過 那另外一個 很憂慮就是 就是說 那個高速船隻的影響 譬如說 你香港來往 澳門和香港的船隻 其實 譬如你出去看海豚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看看海豚有一架 高速船 飛快地走過 然後可能過幾分鐘 有一架 其實 我們的數據 都找回 原來 在過往的 大約十年左右 在香港和澳門 它的高速船隻 是增加了七成 那你想想 因為其實 我們也做過研究 就看一些學術 就是那些學術專家 找一些研究 就是高速船隻 它們駛過來的時候 海豚的反應是怎樣 那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說 看到是有個海豚 媽媽和BB仔一起的 那他說 看到那個高速船駛過來的時候 其實 它有時候反應不及 那可能呢 就會 即是 令它們四散散開了 那到時候 其實那個BB仔 會不會找回媽媽呢 又或者 其實會影響到它們平時的範圍 那加上 高速船 其實撞到它們 會不會看到呢 其實我們是不會看到 因為呢 跟一個外國專家 就是說 如果高速船隻 撞到海豚的時候 其實它們會粉碎了 就不會好像 平時你說 喂 我看到那些海豚割淺了 屍體可能 因為它們是完好的 會發脹 所以就會發會割淺 但是 至於海豚 其實如果被高速船隻撞到 可能碎了 你是不會看得到屍體 所以 這些 加上 之前過渡捕魚 威脅 各樣東西 水質污染 其實香港的海豚 是面對很嚴重的問題 好了 你起完機場 跑道的時候 還額外 沒有了650公頃的面積 那對它們來說 就是說 現在已經的數目急降 到你起完機場的時候 我真的猜不到海豚的影響會有多大 政府環境問題的關注 很多時候是視乎項目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 當年政府要研究 在這條公路由小蠔灣去煤窩的時候 做了一個環評報告 就說 在小蠔灣的樹蛙 受到面臨威脅 因為那個位置影響到樹蛙的棲息 所以整個公路工程 就全部取消了 其後再研究 就在這個東涌 再在漁南路 就去這個大漁南的地方 所以各位看到 就是某些的工程 是因為一些受保護的動物 因為影響而要各自的 但是機場這個工程 就是好像對那個環境 特別對那些面臨受保護的動物 那個的前景 就是政府好像完全 好像不關於富裸冷利的 是吧 就是你見到自成政府公務之後 輿論也好 議員也好 一方面的聚焦就是在那個經濟得益 嘩 如果我們不起 那個損失有多大 上市遊客有多少 但是對一些的 就是面對市民 不要講噪音 不要講這個空氣污染 可能對每一個市民都構成影響 對海豚的問題 政府好像完全沒有什麼提及的 在幾個委員會裡面都 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覺得政府好像有雙重標準那樣呢 我想首先都要重視市民知情權 就是可能你說經濟效益有多少的時候 其實好像余博士那樣說 是真的要給人明白多方面的一些成本 例如經濟成本這麼多 但是我們付出的環境成本有多少呢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一些 就是覺得失望就是 可能你看回機管局 他們那個被人做過問卷 那你看到很多行 可能第一行就覺得香港 就是說譬如在機場那樣 那只是說到環境影響 其實只有一行 就是綜合了 噪音會搖海豚 環境影響 你覺得是不是重要啊 我們就覺得 你之前整個問卷說了這麼多句 例如說會不會想 例如看到香港是一個好的機場 或者繼續維持了一個國際樞樓 去到環境影響 第一句 那譬如我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也會覺得 哇 經濟當然是重要 環境影響 以可能之後可以解決到 其實我們都會 其實我們在這個時候 都真的想讓市民認清楚 其實我們支持可持續發展的 就是我們希望發展和環境 保育可以有一個平衡 但是如果是去到這個時候的時候 很大篇幅去講經濟的時候 環境問題現在的時候 就真的要給大家一個更加深的了解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跟了成規 還有一些發展的一段期間 就是香港那個政治城市規劃 就人住的地方 其實為什麼全香港的地方不多 就是六成的土地做了交易公園 但是如果你要提 就是將一些所謂沒有什麼生態價值的 交易公園的地方 不如可以剔除 這樣就可以轉做住人的地方 又好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版圖 觸碰都不能觸碰的 那你似乎看就是說 如果你要改善居民的生活 可以將交易公園部分範圍縮 提升居民生活的質素 或者擴大可見足面積的土地 似乎政府或者公眾都好 抗拒感很強的 但是你要填海影響環境 增加噪音增加空氣污染 可能令到這個白海豚面臨的滅絕 市民和政府就好像 不是很關注的 就是你們怎樣看這種雙重標準的態度呢 我想如果說到政府 現在其實就說政府的角色不明顯 除了當初機管局出來推廣這個諮詢 那時候政府又出來 之後呢 你看到完全是由機管局一手包辦整個諮詢 政府的角色在哪裏呢 政府其實有個重要的角色就是 當現在有空氣污染 有噪音 這些影響民生 整個社會是影響 要負一些社會成本 社會代價的時候 其實政府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站出來 怎樣可以 肯定到整個諮詢程序很公平 很透明 之後那些環評報告 是不是符合法定的標準 那我覺得政府是有個角色 出來現在要出聲 所以但現在你又見到它是隱形了 政府很多時候就會解釋 就是說到了那個法定程序那時候 就自然有一個法定程序去跟進 只是一個初期機管局的建議 或者要增設這個跑道 政府很多時候呢 就在一些的問題 它可能覺得是被爭議的 或者很多市民可能都會反對 或者關注它的時候呢 嘩 那些施局準就退後了 就推些人 特別就是在這一次事件 推基管局去前面 好像你見到 就是阿休談說實情失蹤的 隱形的 是吧 就是你們關注那些問題 涉及到這麼多環境的問題 整個環保局 好像不知去了哪裡 所以我想這個時間呢 就是需要基管局去把相關的數據 要交代清楚 就是相關研究要盡快去做出來 然後相關的部門真的要開始 要有一個立場 要參與 我覺得如果不就是這樣拖下去 都不是辦法 博士 你對空氣 就是那個排碳 還有那些的營養化流的研究 就是你很有這個認識 過去建設這個赤立國的時候呢 那些報告沒有什麼提及這個問題 那香港人就是 你說他不關注又不是 譬如好像這個汽車那個排碳的問題呢 那政府就過去那十年 扔了很多錢的 給一些的士啊小巴啊 就是換這個天然氣 在發電方面呢 就說我們要逐步將那個 用煤那個發電的百分比 逐步減低 就直接用核電了 那在那方面呢 就似乎很關注的 那但是一說到機場 飛機升降呢 那個空氣污染和排碳的問題呢 好像就完全隱形啊 又是 現在就有一個這樣的矛盾在那裡了 就是前一陣子 都在討論說 這個氣候變化 要對抗氣候變化 所以我們要定一個減排的目標 全香港要減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那個這個碳強度的目標 那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新機場可以做過一些估計 第三條跑道呢 會增加五百萬噸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如果這裡的增加 會不會影響了 我們之前定的那些減排目標呢 那如果一個行業的增加 那會不會令到其他行業 要減少 用電啊 減少碳排放呢 因為我們計過 如果這個額外的碳排放呢 等於全香港的居民用電一年 一年用電的碳排放量 就是一條跑道 那所以這些問題我們要解決 我們一方面要減排 要減少溫室氣體 一方面呢 這些大型的工程呢 帶來很多碳排放 那另外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外國 澳洲提議一個碳排放的稅 國內其實就已經在看碳稅那些部分 我們計算過 如果二十年下來的話呢 講的是幾百億的 就是碳排放的一個金錢 那個金額在這裏 或者教授解釋 可能一些網民未必清楚 那個碳排放對人體的影響有些什麼 還有那個碳排放的稅呢 就是當初我記得聯合博 有些團體就提了一些建議 就是你每產生幾多的碳排放呢 你就整一個稅 令到政府在那個改善空氣污染那裏 就有些的資源可以去做 這個背景我想你和一些網民解釋 就是背後的理念 那就是兩個部分來的 碳排放就是因為最主要是加強了溫室效應 就是令到全球的氣溫上升 那全球氣溫上升呢 最後來就是說氣候變化了 極端天氣多了 令到我們的糧食可能會失收 另外就是吃水那裏 因為那個雨水循環那方面影響了 所以氣候變化為何這麼重要呢 在哥本哈根不是194個國家在一起 就是因為它最終影響範圍 不單止譬如空氣質素 那些人的健康那麼簡單 它是連糧食吃水都會影響到 所以我越排得多二氧化碳去過大氣層呢 就越加速到氣溫上升的趨勢 那這裏影響的範圍就很闊了 而剛才你說到就是碳交易那個問題了 就是說如果我排放多了我就要付錢 要不去抵償它 要不去買別人的quota來抵消 那這裏呢 即是泰盤貨的稅呢 在澳洲的情況就是這樣 航空業它們的運輸業就受影響了 因為它在燃銷的時候都會噴二氧化碳的 那裏你是要付錢 不是任你噴的 那裏你是要付錢的 那裏變成了一個這樣的錢 將來要付的 你想想香港10年後 或者20年後 會不會有這些碳排放的稅呢 極有可能的 因為世界各國現在都在研究中 或者是正常準備 那去到空氣污染那裏呢 那裏就是同樣 即是飛機會排放很多空氣污染物 二氧化硫啊 二氧化淡啊 那些二氧化淡 就是nitrogen dioxide 就是影響了呼吸系統那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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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呢 那個顧問報告那8份裏面呢 有些講空氣污染 那裏呢 那這些空氣污染物的數量 排放數量呢 比起2007年呢 將會是多一倍 那就是你看看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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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那裏呢 對抗氣喘變化 我們有個減排目標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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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再裏 flavor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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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呢 呢 那裏呢 在64個監察站 即是說機場附近 包括有18個在東涌的 這些監察站只有8個不超標 即是如果在新的空氣指標的質素之下 全部超標的 那這裏就很影響到居民的健康 東涌那個空氣污染問題 東涌一落成就已經成為香港的焦點 即是去那個懸佛粒子歷來都是香港最高的 特別是中午那段時間 即是我自己安排過環保署的人 跟東涌的居民開會 其實都在東涌做了一個監察站 那你看到東涌那個空氣污染的 污染程度之高是香港支援 那究竟東涌那個空氣污染問題 跟飛機所排出的廢棄的關係是怎樣呢 那近期即是說機管局都找了一些學者做研究 就說其實主要的源頭不是在 譬如以氧化淡 不是在機場排出來的 佔很小比例的 最主要是電廠和豬三角 那他們在不同的站上收集數據 就做到一個這樣的分析 但是我想現在要看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看的數據是一個累積的數據 即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港珠澳大橋或者其他的工程 在做的時候 交通的密度增加了之後 其實整體對居民的威脅就很大了 空氣污染的質素 那無論可能有些責任大一些 有些工程責任小一些 但是現在面對的結果就是 如果空氣質素差那麼多的時候 怎麼解決呢 這個是第一 空氣質素是一個 噪音也是另一個 這個問題是一直有待解決 尤其在掃管窟 屯門一帶 或者是柏黎灣那些 尤其第三條跑道 會增加了噪音 那怎麼解決呢 過去就說換飛機的機種 就可以解決到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 過去換飛機的速度 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快 那現在又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引擎的設計 就是如果你要減少噪音 你就會增大碳排放 因為你有時設計要令到噪音小了 但是機器重了 機器重了 即是說沙油浪多了 那二氧化碳又多了 那所以這裡要有一個平衡的 就是我們不可以說 我又減到碳排放 我又減到噪音 又減到空氣污染物 我全部可以做完 那這裡究竟這個承諾有多少呢 我想我們要知道了 關於那個空氣的污染程度呢 就… 譬如我看到 看一些報告呢 外國有不少新機場的發展的時候呢 那個空氣的評估 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部分的 那究竟國際有沒有任何的基本的指標呢 就是關於機場可以發出的 就是… 炭啊或者是那個… 營養化流那邊的影響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上限 而香港政府應該要跟從呢 我們呢就沒有特別去看過 某一個機場應該怎樣做 那但是它有一個基本 就是說世衛出來的標準 就是說空氣質素在那個區域 無論是那個背景 或者是那個累積 應該達到多少微黑 每立方米 那我覺得那個呢 已經是關係到 在當地工作或者生活的居民的健康… 你說當然大部分東沖地區已經不符合了 就是已經超過那個水平了 那所以你現在就300微黑左右 那但是新標準又再收緊了 去到200微黑 譬如是二氧化膽那樣 那但是呢 你看到外國那些例子呢 就是說它每立方米 如果到某一個數量呢 那個提早死亡率呢 又提高幾個百分比的嘛 那這些全部都可以計算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看到 你六十四個站裡面 五十八個都是超標的 那它的影響帶來多少呢 那當然機場是其中一個源頭而已 那但是我們仍然要面對關心的就是 那些居民繼續是在吸收那些空氣的 那東沖居民聽到呢 就要提高警覺了 原來東沖的空氣呢 可能會影響到你那個的生命 那或者我們休息回來呢 就要博士給一些意見 看看怎樣去改善 還有怎樣防止去惡化 令到這個東沖的居民 和香港的市民呢 就是那個的生命 不會因為這些環境保險問題 受到影響 我們休息一會兒 就這樣 好 吧 嗯